客聞者拋聯合政府找來專家學者背書 但現在不分區名單曝光 除了前立委黃國昌 黃珊珊之外 傳出中國前幹部徐春英也在內 引發國安疑慮 當然這過程中是不是有一些 有可能統戰等等的疑慮 也是大家會擔憂的 據了解徐春英出身上海 1993年嫁來台灣 他自曝來台前曾擔任中國國家幹部 工作性質特殊 還有專屬配車 在國民黨前主席武敦義時代 他還曾名列國民黨新著名工作委員會委員 柯文哲挖藍營牆角 意味能厚 今年6月12日 徐春英還代表台灣新著名發展協會 到中國參加民革上海市委座談交流 近期更與民眾黨互動密切 倘若拍板定案 徐春英將成為首位列入政黨不分區立委的陸籍配偶 如果我們2300萬人口裡面 有超過100萬跟陸配是有關的 為什麼他不可以有代言人 要外界別把陸配當敵人 但日前柯文哲警咬賴清德板凳坐三分之一 引發雙方口水戰 但就被發現他在擔任台北市長期間 到上海參加雙城論壇 跟中國官員會面時 椅子也只坐三分之一 對比他跟環南市場攤商對談時 大翹二郎腿格外諷刺 柯文哲曾說自己是中國最能接受的總統人選 但從坐姿到不分區名單 再再都被質疑是不是碰到中國就轉彎 三立新聞 林凱駿那麼久